本期视频 以为看着消炎逆袭会很爽 但是 万万没想到吧 小编我其中 差点还想把电脑给砸了 所以 哄样是打怪升级的剧情 主角慢慢修炼 进击变强 对之前嘲讽过 欺负过自己的人 实力打脸 然而这两部剧 播出来的效果 却天差地别啊 小编我第一次看到 这样尴尬的剧 差点强烈的求生欲 让我砸电脑 网上吐槽最多的 还是凌云的自身气质 并不适合小薰2 原著对小薰2的介绍 是少女清冷淡然的气质 犹如青年出战 百度百科里的简介 清纯无瑕 高傲冷漠 绝代佳人 然而 凌云演出的小薰2是这样的 还有魔兽的翅膀 怎么也该霸气一点吧 拿出来的道具 却是这样的 攻击力相当于 三星斗黄水平的 紫金翼师王 竟然是个毛红玩具球 更恐怖的是 玄幻剧中的打戏 如果没有特效 就是平常的武侠剧啊 在挑战赛中 加兰学院第一高手 白山不配拥有斗气吗 不配加点特效吗 斗破苍穹剧主 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吗 六亿的投资 你就让我看 廉价的道具和五毛的特效 观众能爽吗 小编能不砸电脑吗 况且 斗破苍穹本身的剧情 还不能称为好故事 第一集就被大家怀疑 潮汐以天涂龙传 为守卫光明 五大家族与魂殿迎来一战 而在这场战争中 要老被杀 身为要老徒弟的硝烟母亲 成为直接嫌疑人 最后导致肖母自杀 肖母自费斗气 以正清白 是不是和张无忌 从冰火岛回来 其他门派 逼问张翠三夫妇 谢逊下落的情景 一样一样呢 对了 小编我还想吐槽一下 斗破苍穹中的配乐 不求多出色 起码不能让观众出戏吧 几个主演 逛学校跳到市场的时候 背景音乐 竟然变成了欢乐的电子乐 小编我一度以为 进错了片场 难道我看的 不是玄幻古装剧